中文字幕志愿者 一开始进来乔生部的时候 对于这里的环境都很陌生 都不熟悉 但是信考的老师给予过很多帮助 在这里没有人会管理以前的成绩好不好 你进来这边就是用一年的时间 去证明自己的成绩可以到哪里 然后再去考大学 就是过来这边就是一个重新的开始 大家一定会很好奇 我既然可以来到台湾念书 但是我为什么要多花一年的时间 来到乔生先修部 那如果我们现在要去欧美或是其他的学校 我们一定要先学会当地的语言 所以我们通常会读的叫做语言学校 那乔生先修部就有点类似这样子的功能 先帮你打好华语的基础 那这样子在台湾才会生活得比较容易适应 如果你每天都要去外国 中国人都没有很难 除了读书以外 学校有很多设备 比如学校有雨球馆 或者是篮球场 排球场 游泳池 或者是健身房 这些设备都很完善 可以让我们学校 我们学生在上课之余 可以有更多时间来活动自己的身体 让学生读书没有那么压力 而且在这个地方 其实我们有来自于全世界各地 不同地区的同学 类似的背景 大家更能够感受到 彼此之间的这种友谊跟互惠的状况 更能够了解自己 也能够跟同学相处 你会感觉 哦,这不是一个学校 这就是一个旅游生活 我们必须去过 我们会去跟我们的朋友 我们会帮助我们学习英语 Mandarin 所有的东西 在这边的一年时间 其实可以帮助同学 在这个环境中慢慢地适应 台湾的生活环境 教学环境 在未来大学四年 其实大家可以更加地融入 台湾的大学生活 很感谢老师 就是帮忙很多 让我中国现在就流利很多了 跟之前的差别也是很多 当地大学有一个特色 就是很容易进得去 你要进到任何一所大学的旧部 难度都很低 可是你要能够在四年内 能够念得很好的成绩 顺利的毕业的难度就很高了 这个时候你也没有在我们乔山先修部 花一年的时间进行课业的提升 跟环境的适应 也就变得格外的重要 所以我是很建议大家 如果真的有兴趣念书 也有信心的话 可以过来乔先部这边 只需要用一年的时间 你就可以考到大学 然后别着用我们说 我一定须吃 对咸 其实都是你 不等你的 所以是你 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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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